据台湾媒体报道,SMAP2016年8月宣布解散 5名成员的演艺生涯遭受莫大冲击 当中被点名是公司派的牧村拓资成为众矢之地 据悉,牧村人气大举下滑 连带新戏的女主角更加难产 电视台高层都摇头 早在SMAP解散新闻爆发前 牧村就已经接下某电视台新剧 准备首次挑战医生角色 原本计划10月播出的该剧 正巧强迫米苍良子的招牌强剧《Dr.X》续集 不得已只好将档期延到明年1月 6月时就已传出新剧《女主角找不到人》 因为搭档牧村拍戏需要完全配合牧村的行程 让名气女星近而远之 女主角人选通通以档期无法配合为由婉序 据传《竹内节子》原本答应接拍 但SMAP经传解散,她也打了退堂鼓 眼下新剧开进在即 女主角面临开天窗酒镜 公司高层私下表示 以前SMAP经纪人犯导三这三案的话 绝对不会有找不到女主角的情况发生 结果被判犯导的牧村 现在仿佛陷入因果报应 牧村人气向华除了影响电视剧 也反映在广告业界 牧村的广告好感度 潜在收视率等数据 从SMAP之冠滑落到最后一名 大家只要提到牧村 都只能将惨字挂在嘴边